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去大埔 拿一部notebook 其实他的notebook是没有事的 坐在一辆车的门口 等了那个人下来 去半个小时 其实我吃了口烟 我打算他不来我就走 谁知道口烟就回来 进去拿一盘notebook 然后有人打瓦的抄牌 我走出去 其实我说过我是不会出去的 因为为何免得挨人 我不喜欢 但是我最尴尬的地方 就是有人说 那个人抄牌 如果人家那么欲锦跟你说 你不走出去 觉得很招职 我就走出去 我走出去的时候 那一条咖啡仔 是未拍的 我说阿sir在这 然后他立即这样 他说 拍摄他了 好像刚才那个情况 我个人在这 我一句说我吵他都没吵 如果以前 你慢慢拍摄 我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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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 你抄了我十张是三千元 抄了我一百张是三万二 我扔了一块钱 你又有牌照 我拍摄到今晚 但是我也吵你了 我吵你了 你真是语文迷迪 我吵你了 我真的在这 我出来了 距离大约是二十尺 我在门口 我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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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拍摄 听见我看着他 立即这样拍摄 他有没有权 他拍摄得快 他一定比你快 他这样的电影 是否比你快 出去 我就不会挨 好了 这个女人 听口音 就是大陆女人 就是新移民 不是本地 我不排除本地女人 都可能会这样的 但是香港女人 骂了 真是混蛋 就很少会拉手拉脚的 鎖住你 是吧 你搜我一架车 说真的 他真的可以顾你非法禁锢 他真的可以报警 我就是锁车的女人 当然 我不知道 我还没试过 第一次被人锁车 我相信你要锁车才能开 但是如果你说 那就麻烦了 但是你说如果 你说是否即场 你不是即场锁车 那你要去 somewhere 去锁车 譬如保安室那些 才会跟你开 不麻烦 你说如果 真的好像那个女人 那麽说 他的规矩是这样 他已经在这裏 你又 不是 我刚才说的那个咖啡仔 喝住 你的中所 其实是过分的 我觉得 但是你又没有需要 所以我就不会 吵你了 那你就锁了 有什麽办 有什麽办 你会不会吵他 我都未 现在我都未必会吵他 都会有什麽 老实说 其实第一次我成九日 我成九日 都没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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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事 10秒而已 我都没有事 那你都会先看下 而且我都会找些位置 我都会找些位置 因为他主要是哪里呢 第一城 第一个楼口转入最往那条街 你知道商场那里 有什么银城 那里 你那里当然死了 你就算是 横街都死了 那两条直横街 要后面一条 有时你真的会放下 拿些东西 我们都有的 一两分钟 没有事 你以为有很多人 他就盯着那些人 他就盯着那些人 那些人通常 为什麽放在那里 拿顺风 买个饼 或者叫一些朋友 拿东西来 走出路口之类 第一城 我停一场 不贵 我记得 如果以前 我想现在不知道 很便宜 就是以前 一般来说 二十多元的时候 十元 一般三十多元的时候 十二元 你会被人家的 我便不会 我便不会 是一物至一物 我便不会 但是老实说 他这一家姐 她都有 一物至一物 如果粗一点 尤其是隔壁的人 忍不住 尤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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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夜景者的謠言是甚麼存來的為題去發文 他說香港夜景確實是很美 但認為世界三大夜景 這是一個日本雜誌選出的 講出來的蹴頭 我們稍後再講是否日本雜誌講出來的蹴頭 沒有說服力 當你覺得另外兩大夜景 是北海道和摩納哥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還有說服力嗎 發文者更加用上海的夜景和香港的夜景逐對比 直指香港雖然曾經繁榮很熱鬧 但是沒有設計感 破破落落 他說連CBD中環都有很多住宅樓 我又不覺得你會看香港夜景 看到CBD中環有很多住宅樓 他說上海又不同 運用各種世界頂尖設計師設計的建築 比起香港更新 更現代更乾淨 跟揚言 其實沒有必要將上海和香港作比較 只不過上海在越無越方面 都更勝於香港的情況下 香港根本沒有法比 他又說現在香港不斷被人比下去 港人不應再顧暴自封 應該向其他地方學習 以及積極改進和發展 這次回合來大批網民爭論 有網民同意上海的確比香港優勝 又說因為上海夜景 那些建築物比較高級和科幻 但也有大批網民撐香港美景 兩個地方都去過 都是維港震撼等等 首先我覺得第一 不需要比較 第二 亦都沒有這麼爭辯 你是在這個網民借一些 以一幅文章裏面 在那裏踩咎香港 打招要說 是的 又說我們不應顧暴自封 應該向其他地方學習 以及積極改進和發展 這些你跟我們說是沒有用的 我告訴你 香港 在港英時代 港英給了什麼我們呢 我們要深入去感受 由我們開埠以來 在漁港開埠之前 在漁港 漁港為何可以發展到 甚至乎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讀書的時候 都被這個地方打動了 引發了去改革 甚至乎後來發展到革命 那個思想就在香港醞釀 你不能夠排除 香港特別是廣東人 例如是香港人 他們很勤力的 在那個 世道裏面 因為真的 很簡單 都不會說什麼 是賺食 很辛勤的 因為我們廣東人 我們在沿海的居住 我們思想比較開放 容易接受新事物 但是這些特色 民族特色 其實無論在香港 在馬來西亞 甚至乎在大陸 沿海一帶廣東人 其實都是這些民族特色 為什麼突然香港會彈得起呢 記住 在 鴉片戰爭 就是南京條約之前 香港 都是我們偉大中國在管的 你又不見 那時候彈得起 真的是小儀村 很明顯 就是因為有一個 好一點的制度 後來 現在有些事情 改變了 變成現在 所以我就說 如果 要具體說 英國佬 並不是建設了 你什麼 什麼 制衣業 什麼 TVB 不是 他就給了一套 法治的制度 簡單來說 OK 相對公平 的競爭 潛規則 或者明規則 潛規則 大家明白 明規則就更加容易 寫得明白 英文合格 多兩球水 紅磅頭 那一個人去奮鬥 然後 你就說 我們現在 顧暴自豐 我很不想顧暴自豐 我很想去進步 喂 你有些環境下 你是不會的 就說你大陸 我就說你大陸 你問心 各位網友 或者你這個法文的朋友 你覺得是現在 你們是繼續向前走 還是怎樣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事情不同了 遊戲玩法不同了 對於香港 這個世界上 就不是你說幾句 老實說 要對比 是沒有意思的 先不要說我是否香港人 因為老實說 這些美不美的東西 最多人魚 我覺得這個美 你覺得那個美 怎麼好說 第二 你可能看幾篇文章 覺得什麼世界三大夜景 因為日本的雜誌 這樣說出來 但其實香港 我都不知道原來是世界三大夜景 我只是知道 我們這個 東方之珠 這個夜景 從來 OK 都是 世界文明的 不要說三大 可能是世界第一 一天 那 為什麼呢 因為 當然 這可能有些歷史因素 因為 在六、七十年代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地方 好像我們這麼密集 而因為我們 尼熊公館有多 又這麼密集的 所以 在山頂看下來 就真的很澎湃 你問我 北海道我去過 漢江我去過 很多地方的夜景 其實都不差 因為 你黑馬馬突然叫你聲 但是 人家怎麼會去香港這麼密 啊 特別是中環尖沙咀 港島 或者港島 看過來 這樣呢 譬如我們上山頂 你密都這樣 我們看兩張相片 看兩張相片比較一下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 三、四張相片 看這張經典圖 你密想到這樣 這個也不是說到夜 你再夜一點的時候 真是黑一點 是更漂亮的 它澎湃 全世界有很多夜景都很漂亮的 你澎湃 我們就看看上海 有樓場 你們好嗎 這當然的角度也不同 你問我 我亦不會鬥回 我自己預言陷阱 一七角又說 你不單不靈 是古靈靈精怪 你又不是 古靈精怪 是東南亞 Anyway 沒錯 你比如這樣說 我在我家 馬拉的家 我看出去的 吉隆坡都很漂亮 但始終它 人家是地廣闊的 你是沒有那麼密集的 你喜歡 至於香港 是否古靈靈靈向人學習 你不要跟我說 我們做市民的 每一天 你都想到 要讀書就讀書 要上班就上班 只忙著自己的工作 都忙著不可開交 是吧 你都想到 不要古靈靈靈 我說我想發展高科技 我買不到晶片 你都想到學GPT 學AI 都說不准你用 我做過燒委會 都被人家兇 就是 你浪費了 好了 這個多了 我又不知唐唐為什麼會回應 又說內地有傳 內地 會復 唐英年而有新歡 據報這個新歡性史 不是唐英年 唐學德 唐學德 真是那個舊愛 是呀 連列比亞唐唐年輕27歲 網民還發現唐學德 又發現了 這個姓史的新歡手上面 文竹的唐字 又傳他搬入了 這個姓史的新歡 搬入了唐唐和張國榮生前的愛巢同居 還更加說他們兩個帶著小孩子走 因此就傳出他們兩個 要找代母生小孩 是這麼說 喏 這個呢 如果這樣傳 就是看一枝蛛絲馬 就是傳 那你就傳 我覺得唐學德不需要回應 但我見到 有人看完這段新聞 竟然批評唐學德好運 那條仔 蛤 不像線 反而我覺得他真的要回應 這一樣 首先唐學德回應了 他說最近發生一些事 對我哥哥的歌迷 誤會和不安對此萬分自協 我會反昇自己的行為 他說第一 我已經搬離和哥哥舊居十幾年 哥哥離開之後我是獨居的 現在都是獨居 我一個人住 我和史先生是沒有承諾的朋友關係 我們兩個是獨立個體 至於小朋友 我想你們看到的小朋友 是我朋友的小孩 我和兩位小朋友 就好像爺孫的關係更多一聲 我自民一生都是用真誠態度去對待 我的親戚和朋友 如果這個 今次的行為對大家造成不敬 我心心一鞠躬 向大家 志意無悲的協議 現在有些歌迷 即是哥哥迷在前線 陳淑君說 有看一些報道 你知道我的作風 我都不理 你有沒有說 你如果是當事人 你直接跟我說 你不是的 我不會理 我也不會相信 這樣說 我都不需要去理 為什麼哥哥2023年 2003年離開 離開了21年 就算唐學得 他真的去找一個女兒 找一個兒子 找一個兒子 我當是真的 又如何 你看 心想說 貼的 嘩 你怎麼怎麼做 都是否合理到極 貼的 這人真是瘋了 這世界上 你怎麼這麼做 你喜歡自己做甚麼都行 人家做甚麼 躲在他 坐在電腦後面 其實你要關心一點 你呢 正常來講 你怎麼辦 應該關心著他的 就是 當努力大 老實講 如果哥哥走了 當努力大 在兩三個月後 就已經抱過另一條兒子 你那些人批評他 我仍然覺得情有可原 我覺得情有可原 因為我覺得其實都沒有所謂 就算兩三個月又怎樣 那你要別人怎樣 他屎骨都沒有汗 那你 或者突然在那一剎那 他遇到一個 能夠令他那段時間過得開心的快樂 那就可以了 他又沒有對不起哥哥 過了走了 還有關人的事 屌你了有沒有 這個混蛋 自己叫雞 屌你了有沒有 偷店偷店餵新跟來吃 就能屌你了 別人了 看見這一下 你先看猶先 你要打算賤 她怎會賤 她們都要這樣搔 要你甚麼時候 在對面跑步 追巴士的時候 走到上面 這個地方動一動 不斷放棄 看見 這樣也是賤 好了 鄭霈霈去世 我特別好說 早了一些吧 78歲 我看到這些黑鼎 各個都是華夫人 都是合理的,唐八虎怎收香 但其實我也沒有看,但我們小時候知道 因為我在七十年代,我開始董事的時候 他很快就離開了,因為他嫁了美國,他早嫁了 他是大醉合紅的,其實是跟胡金泉導演 因為大醉合應該是六、五、六、六年那些期間 再早被空山寧宇、龍門客棧是早的 所以他被普遍認為是第一代的合侶,武打雷星 看回那個範圍,鄭佩佩應該是武雜武 不過因為他學過六年巴雷武,我想那個就幫他很多 那些動作 因為我們一認識他,譬如說我知道這個人的時候 他應該淡出嫁去美國,後來回來了 我不覺得他漂亮,從來不覺得 雖然他的女兒,袁子偉,OK的 我剛剛上次去馬拉,他跟他那個 摩洛哥和法國老公坐正在外面 still eatable,very eatable 就算在哥薩拉 但是原來看回鄭佩佩的後生的照片 我想他後生真是漂亮 不過變化很大很快 可能捱得辛苦 那我看回他 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三個三個女兒追到一個兒子 但是其實他是抬了八次 有四次流產 其實如果八次有四次流產 即是抬不穩 他可能都是那些慣性流產的 但是都肯這樣去搏 我想 因為他說他那一代人 我看過訪問 說他那一代人 總而言之就是覺得 根本就是要 女人就是要傳宗接待 很大疾 即是他們那一代人 加上他的老公 原來是九代單泉 所以那個 傳宗接待繼後鄉燈的觀念 更大些 所以 你可以估計 為什麼八次華人 四次流產 都要追 因為三個女兒 始終要追一個兒子 好 他本身不是姓鄭 他應該是姓蔣 他24歲已經結婚了 我又可以說他 又可以明白 那一天 那年代 第二 他沒有父愛 想組成家庭 24歲結婚 就去了美國定居 如果46年出生 5666 即是70年 就離開了香港 去美國定居 所以我小時候 我也知道 這個人 但印象真的不深 好了 那麼 那麼 他呢 就 過到美國之後 他又認識那個誰呢 其實也是認識那個 袁文通 那麼 那些人 一直傳聞 袁文通是富商 但其實袁文通 就是他的老公 跟他結婚的時候 都是留學生 而袁文通的老爸 就只不過是邵氏公司 在台灣的代理商 那 那真的不是什麼 有錢仔 或者是未必差的 是吧 那麼慘 但是為什麼 袁子衛呢 愛得這麼厲害 還要趕快去買美居定居呢 就是那時候那代人 是吧 你想想他那時候大紅 那麼 他說 他說 當時女人都覺得自己是 傳宗接代的 能夠為夫家 生兒子很厲害 那麼他嫁了入 原家之後 更加知道他們家裡 那chten第三代單純 更加有使命感 那時候結婚的人 那麼結婚那一下就應該 開始呢 他就要拿自己的肚皮 給他放肚子 那你想想 應該三下四個 沒有四個其實也很傷 這個可 SAT 也解釋到 其實他在M6666 他四十多歲回來做唐伯夫 做華夫人的時候 其實四十多歲 第一是裝扮 第二不是那麼豐盈 因為可能就是營養 結婚之後要照顧家庭 教跳舞 為袁文通進出口公司驗貨 開百貨商場 賣電視包辦送貨 其實你看這裏 你就知道基本上 他真是擔心投家 甚至乎開始電視節目製作 聲像傳播股份在閒公司 但在八七年跟老公炒大鑊 令到十九年婚姻畫上句號 他在偷腦畫 當時他自圖腰包製作 美國華人紀錄片系列 繼往開下去 他說沒有計成本 不自量力 後來節目口碑很好 大家叫好 但是沒有人可以計算 拍攝成本如何賺回來 現實就是製作主持 出外景做司機 全部都是一個人做 他老公難以忍受 他只是為理想做節目 於是輔助 喊了一場大交 他說 你不懂得計算 又高調 不懂得做老婆 他承認自己 不是一個溫柔的女人 當時他提出離婚 他說如果人一人 其實人一人 吵這些家屋 其實真的不應該離婚 他說 只要人一人 小朋友就可以有完整家庭 但是當時 他真的不知為何 他說 那離婚 什麼 他沒有要求任何事情 他就馬上答應我老公 他說 陳佩佩說 離婚是一年之差 三分鐘的決定 他說 這個決定合不合 沒得說 但就要承擔後果 之後兩個人 為了不影響小朋友 協議在兒子十八歲之前 繼續同一屋簫 即是繼續有感情 是的 好 但是小孩 就不知道他離婚 不過他老爸 就日日帶新女朋友回家 他跟著 他會說 是我令他成為壞人的 當然小孩 他不喜歡老爸這樣 是我令他成為壞人 好了 今次就破產 後來小孩知道他們離婚 十八歲 他就回港復出拍片 第一套就是做華夫人 為什麼他說 是 我跟你說 兩個人不想小孩 有個完整家庭 於是在藝莊住一間屋 在香港常有的 因為香港那個居住問題 是很大的 在美國八十年代 是不存在的 隨便一方 我相信 都是可以制裁得到的 我相信 小一點 不絕厚恥 在一起 即是說 在某程度 還有一些感情 為什麼我剛才剛才說 我現在會附和呢 為什麼呢 關鍵是他每天帶女人回來 如果他每天帶女人 老實說 如果他對你沒有感情 我反而覺得 他未必會帶女人回來 為什麼我這麼奇怪 你的說法 正常來說 是沒有感情 大家 但是你是我的小孩的老母 大家在家屋住 都不要這麼難看 是啊 這麼張樣 不要這麼難看 你不是害怕 你原本 你情妻 他傷心 你小孩看了 太難看 為什麼帶女人回來 反而是用來激人 看你怎樣 有時候會這麼懶惰 男人 帶著大客 可能有人有很多人 這樣就後話 這樣就後話 但是離婚這個字 其實真的不要那麼容易 現在說出來就很麻煩 大家都要面 是啊 年輕 你明白嗎 好了 我們看看成長 1946年 上海出生 家裡也是四兄弟姊妹 爸爸蔣學成在上海4、6年都未解放 是當差的,抗戰結束之後 第一間A字蜜水廠是爸爸開的 所以他們有少少錢,學巴雷姆等 52年就因為反革命下放勞改 52年基本上任何有資產都是糟糕的 從此他沒有再見過他父親 從此沒有再見過他父親 1963年就傳出來 53年已經是11年 他爸爸在獄中去世 他從此去世,五年那時也沒有見過他父親 他媽媽曾經是父親的秘書 之後就成為了他的外室 即是妾侍或是外面的女人 因為鄭佩佩父親 鄭佩佩的父親的身份影響 他媽媽畫出界線 所以他爸爸本身是掌學成的 由蔣佩佩把他改姓 跟媽媽姓叫鄭佩佩 他是不可以 你知道在那個年代 鄭佩佩小時候 小學讀在上海世界小學 葛蘭陳厚這些明星是他的校友 中學就讀四三女中 沈殿霞的校友 不是同學的,是校友 我想都差不多了 如果阿肥姐在那裏都差幾歲 可能生兩班 在中學時期 鄭佩佩曾經學過六年芭蕾舞 1960年 1960年 1960年即是十四歲 鄭佩佩在四三女中 讀到初二 然後移居香港 移居香港 移居香港 另外一個故事 1962年即是移居香港兩年之後 鄭佩佩被香港肇事 兄弟藍國實驗劇團訓練班 第一期六歲學生 那時是十六歲 六四、六二年 十六歲 跟誰呢 跟于善、秦平、五馬 于善我知誰 秦平我不知道 五馬當然知道 就是同學來的 七十八歲 都是有些早 但是據說 其他報道說 其實這幾年身體麻麻 特別這半年一出入都要苦 有時候都沒辦法 不知道是否小時候 怎麼說 就是辛苦了拍戲 還是生得那麼多 還是 因為這麼早離婚 四十歲左右離婚 你知道女人的事 不生孩子就生的事 太長期沒有性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 謝謝